周总理说,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七万人耗时近十年,削平了一千两百多个山头 八十一位优秀的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就是峭壁上的水利工程,红旗渠 大家好,我是大旗子 我们现在是在山西、河北和河南的交界 这里也是红旗渠渠首的所在地 红旗渠想必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但是关于红旗渠里面的故事 包括它的建造过程 也许大家就并没有那么了解了 今天咱们就从红旗渠取手出发 一直走到临州 然后了解一下这一项伟大的工程 临州以前叫临县 据县制记载 从1436年到1961年的500多年里 临县曾经发生了100多次旱灾 绝收累计达30年之久 人相识,一子而识 这样惊心动魄的字眼 有记载的就出现了五次 干旱成了困扰临县的大问题 按理说这里并不是西北干旱少雨的地方 为什么会如此缺水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地质结构问题 地下就像是一个大漏斗 在以前独特的地质构造 行不成稳定良好的隔水层和蓄水层 存水很难 境内的河流也非常不稳定 年景不好 一旦断流就是寒灾 自古以来 临县人民也一直为取得水而不懈努力 截止到1959年底 已经建成了中小型渠道 1364条 36座水库 2397个池塘 27120眼汉井 5652眼水井 引山泉水650个 但59年 一场大汉 把所有之前的水利工程 直接打回原形 人们想吃水 还要去几十公里之外打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红旗渠的建造被提上了日程 卓张河距离林县不远 水流大并且稳定 自然就成了饮水的首选 但自西向东流的卓张河 在三省交界这里落差大 林县正北方向的海拔 比林县还要低 那时候不像现在 水位低就用水泵打上来这么方便 没办法 只能去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西境内取水 最终经过考察 选定了平顺县取首的位置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来到了红旗渠园 就在我身后 站在这儿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卓张河流到这儿之后呢 就自然而然地一分为二 一部分流到了红旗渠里 一部分继续沿河道往前流 在卓张河河道里横握着一道蓝河坝 这道大坝拦住了张河水 使其驯服地流入红旗渠的饮水洞里 除此之外 在这里还建有进水闸 泄水闸 除了饮水之外 还有防洪的作用 1960年2月 红旗渠工程开动 临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说 我是为了人民修渠 依靠人民修渠 它与人民群众通甘苦 共患难 风雨同舟 处处以身作则 处处起带头作用 在红旗渠源头这里呢 也为我们非常清晰地标注出了 红旗渠精神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红旗渠精神呢 永不过时 也一直值得我们去学习 红旗渠工程 全长1500多公里 这里面包括主干渠 和大大小小的分支 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 架设151座渡槽 开凿211个隧洞 岩渠兴建了48座水库 346座唐宴 45座提灌站 45座小型水利发电站 各种建筑物 共有12408座 挖气土石坊达到了2225万立方 几万双 几万双掌满老简的手 用一锤一千 苦干十年 在悬崖峭壁上 开凿出人工天河 改变了临线十年九旱 水桂如油的局面 1965年4月5号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1966年4月 三条干渠同时竣工 并最终在1969年完成了枝渠的配套工程 7月6号实现全面竣工 看着这个红旗渠啊 感觉就跟挂壁公路特别像 它也是挂在山崖上的 我们也可想而知 曾经的修建难度有多么的大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机械挖掘 全部都是靠人力来修建出了这么一条水渠 我们沿着渠一路走到这儿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在红旗渠旁边那个山体啊 跟马路对面的那个山体 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山体啊就明显更整齐一些 这也是曾经修建红旗渠的人们 一锄头一铁钳挖出来的 红旗渠的名字听起来 就会让人觉得热血沸腾 因为红旗象征着革命 象征着胜利 把引章入林的工程命名为红旗渠 就好像树立了一面旗帜 引导着所有人 当时在平顺取水时 平顺县石城和王家庄两个公社 让出了近千亩耕地 迁移了祖坟 砍掉了一批树木 石城大队贫农社员孔东欣说 咱天下农民是一家 不能看着林县的兄弟受干旱的苦 过苦日子 咱平顺毁几百亩地 就能救林县几十万亩地 这是一部丢族宝居的好奇 林县人饮水思源 感恩平顺人民 这种感情之深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我们站在红旗渠边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渠里面的水流速是比较平缓的 在平顺县境内 红旗渠的渠底纵坡是八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八千米的水渠 海拔只能下降一米 再继续向林州延伸 渠底纵坡变成了五千分之一 后来是两千分之一 总长70.6公里的总干渠 最后落差只有14.7米 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然坡度 顺利饮水 在当时没有精密的设备下 全靠人工 能做到如此严谨 也是一个奇迹 整个红旗渠呢 它是沿着太行山分布的 在没办法过山的地方 只能是打隧道 我们看后面这个 这就是川山走过来的一个岸渠 在这一段路程当中 最难的一个隧道就是青年洞 青年洞这里地势险峻 整个工程是在坚硬的石英岩上开发的 因为参加凿洞的突击队 是从全县民工中抽调出来的 三百名优秀青年 所以取名叫青年洞 在修建红旗渠的时候 不论男女老少都毫无保留的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红旗渠的建成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 临州也大有改变 如今的临州成了气候宜人的山城 山环水绕 景色宜人 早已不再受旱灾的困扰 红旗渠精神也成了这里最重要的财富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临州了 走进临州给我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看着临州现在的环境 我们完全想象不到 曾经这里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 大家如果对红旗渠感兴趣的话 以后有机会就可以到这边来转一转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